大家好,我是德哥,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 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选择了演出 岳云鹏身价千万 为何能给五个姐姐买房 却只留给弟弟盖一间房子 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吗 说起岳云鹏可谓是人人皆知 出生草根的他 身上老师忠厚的品质 得到了不少网友的认可 更是在成名之后对师父忠诚 对妻子恩爱不离不弃 然而他的弟弟却和哥哥岳云鹏大不相同 岳雪刚是一个老实芭蕉的农民 虽然和哥哥一起长大 感情也很是要好 和他们两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岳云鹏出生在河南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父亲母亲都是淳朴的农民 在生下岳云鹏之前 岳家父母一年生下了五个女儿 虽然他们对女儿疼爱有加 但在当时的农村没有儿子就是不孝 走到哪都要被街坊邻居戳击两股 他们除了哀声叹气之外 就是垂头丧气 直到岳云鹏的出现 才彻底让他们家抬起头 截二连三的有了两个儿子 让老岳家的腰板更硬了 走起路来都是虎虎声微 我是老大 我是老二 我是老三 我是老四 我是老五 我是老六 我是老七 这是老啊 岳云鹏和弟弟的感情有多好 为何他却从不嫉妒 哥哥的千万家产 岳雪刚的长相和岳云鹏非常相似 但他们两人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家里靠种地卖馒头为生 从小放牛的他们整天和牛为伴 直到现在 牛棚里还刻着他的名字 原来这是我的小名 这是龙刚 对 岳云鹏之前的名字 岳龙刚 这是我的床 这是你的床 没有床 就是板凳 几个板凳大的 直到13岁的时候 因为68元的学费 成为了他退学的直接原因 在北京闯荡的那几年 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 直到遇见了师傅 开始接出了相声 自此之后 一招成名 天下皆知 相声演出 作无虚习 相比之下 他的弟弟就没有哥哥那么如意 起初 岳云鹏给弟弟三条路 但他的弟弟都一一拒绝 不管是让他学相声 还是做生意 岳雪刚都认为 没有在弟弟干活好 尽管姐姐都在城市买了房子 日子红红火火 他都不羡慕 毕竟家里还有父母要照顾 在父亲的建议下 岳云鹏为了弟弟能娶到媳妇 就花费大几十万 在老家给他盖了一栋大别墅 而弟弟也是欣然的接受 可等弟弟结婚了 父亲的身体也一体 细腻的歌词让人情不自禁地流出泪珠 2013年7月岳云鹏父亲却因病去世 而他正巧和师父在德国演出 但本着戏比天大的职业素养 只能推迟喷仓登台演出 我一直在调整情绪 我一直在想 我说观众你们是无辜的 你买票来看 你要看你开心的一面 我希望我父亲 在天之灵能够理解我 那一天的岳云鹏心情的变化 可谓是很大 因为耽误了好几天 当他回家的时候 已错过父亲的葬礼 没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也成为岳云鹏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尤其是没有在去世前守在身边 更是感到内疚 好在他的弟弟一直留在家里照护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弟弟月雪刚 要留在家里照护母亲 不愿意离开农村的首要原因 毕竟姐姐嫁出去了 哥哥挣钱了 只能自己扛起重任 虽然他比哥哥的生活平淡的很多 但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幸福呢 不管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都不能抹淡他们的兄弟情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多哥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